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伟 那么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苹果的手机 如果是2015年的苹果手机 现在还能不能用 那么我今天就拿了一台 那个6S 这是一台苹果的6S 是2015年初的 那么这台机子现在 我们来使用都是 还是没问题的 某信上面啊 或者看视频啊 刷抖音啊 看一些视频都是没问题 那么我们接下来 把机子接出来看一下榜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2015年的苹果6S 我们现在看啊 它整个主板都是非常漂亮的 因为6S 这款机它出来 它是有贴了这个防水标的 所以它这个主板 保存的很好 保护的很好 基本上没有一些净水啊 或者一些水迹的一些现象在里面 大家看一下 屏幕各方面是很漂亮 那么像这种机 目前出现唯一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它这款机就是 目前就是电池老化 然后主板各方面 还有功能 全部没问题 我们就是换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电池 因为它的电池已经低80 显示维修 感谢观看 在这种机会儿 对这种机会儿 他们就没问题 是自然之间的 是没问题 没问题 我也是